耶 亮仔 挺能装的 他好像搞耳朵了 哪儿借的你 真是 你咋给人弄坏了 这玩意挺贵的 你呀 赔不起 咋的 看不起我呀 你把罗绳太巧得起 亮仔要是能交上会打高尔虎球的朋友 那我就是周圣发的绯闻女儿 亮仔 在哪儿给人当球童呢 当球童有色楼真的多不 那也不一定 这要看给谁当球童了 要是李嘉诚呢 行了 都少说两句了吧 这球竿是陆姐让我从曹董那儿借的 今天咱们这儿吧 要来个看房子的 叫邓峰 说是连这儿两三年哪 中国职业高尔虎排名 不是第一就第二 你们想想 人家要是能买咱这儿的房子 那是多大的广告效应啊 买房子就买房子 扯那些没用的干啥 谁说没用呢 谁说没用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为了专门投起所好的道具 咱们把它呢 就摆在一个显眼处 让人家客户看见了吧 就觉得亲切 就觉得呢 是像回到自己家人 那东西蛮好玩的 我昨天在电视上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你不会玩的 你别瞎落 你再伤着自个儿 我不会理会啊 都是苦命人 哪个也别说哪一个 谁说我不会啊 你会啊 就算我不会 我还不能认识几个 会打高尔夫球的男朋友啊 这些姿势根本就不对 这啥个的 翘点屁股 挺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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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我来我来 阿珍 啊 上班时间不工作 玩什么你啊 不是我是 这是你玩的吗 哎呀马上我放脸 我没跟我给你废话啊 注意一下啊 邓风先生已经来了 我们分头准备一下 阿罗小姐 哎你负责接待 是 阿珍哎 你负责 擦桌子 啊 阿珍哎 你负责扫地 哎哎哎哎 为啥让我擦桌子 你负责扫地啊 这不业到哪里活吗 嗯 这都不明白啊 这是做给邓风先生看的 对 我们锦修家园 连擦桌子扫地 都这么有素质 房子 还能插得了吗 行是 哎路线路线路线 还有我呢我干啥啊 你呀 啊 先把这球杆送到样板街 行 然后呢 啊 还是回避一下啊 为啥啊 你要在这儿 不影响寿楼处的形象 不 客户马上就要来了啊 各就各位啊 哦 哎呀 邓先生来了 哎呦 欢迎光临锦修家园 打住打住 所有的客套话免去 啊好好好 邓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锦修家园的基本情况 我们锦修家园 是法国名师设计 国内一流建筑地施工 所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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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介绍 都是虚的 免去的 谁施工的 谁设计的 所有的房子不都是一样吗 一个顶 一个点 再加四面墙 还是 带我先看房子吧 房子在哪里 嗯 好好好 我们就请寿楼经理阿罗小杰 带你参观一下样门间好不好 都一样 一样一样一样 邓先生您好 下面呢 我就向您介绍一下 我们锦修家园的主力户型 豪华大三居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户型的客厅部分 一会儿到了样板间 您就能感受到它的豪华气派 打住 打住 所有的这些介绍 也是虚的 免去 谁设计的 都是一样的 什么豪华气质啦 成功人士啦 都不错 是是是 样板间在哪里 这边这边 您这边请 这个姿势很熟悉 这个 他是我们的寿楼人员 二十四岁 江西人 身高呢 打住打住 我问的不是这些 免去 我是说 姿势还不错 有前途 他说我打高尔夫有天分 那一定是准的 是啊 确实是 人家是冠军嘛 我晓得冠军是从来不随便夸人的 难道我不信冠军的话 信你们的话 你犯什么轴子 就是 我一定要刻苦练习 正是把我这独特的天赋发飞出来 哎呦 慢点点 你才打到我脑袋 我今天不练出个样子来 我绝不飞嘎 哥 这就是你练出的样 你等着陆总骂你吧你 这哥怎么办 这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啊 赶紧收拾收拾 明天上班之前 买个新的补上来 好 你帮我先拉一下 你说不会玩吧 还瞎比划 他能够出事吗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你下班不回家 在这干什么呢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啊 好啊阿珍 你干的好事 我 我干啥了 你还打碎了花瓶 你还问我你干啥了 上午跟你说不说 这球杆不许动 这球杆不许动 不是我打碎的 是阿丹打碎的 阿丹 阿丹根本不在这 你还练阿丹 再说了 阿丹是多么单纯的孩子 他怎么会玩这个 发明是你在狡辩 我狡辩 行 你等阿丹 阿丹来了 你问问他是咋回事 阿丹 你刚才干什么了 刚才发皮子碎了 我去拉扫子去了 就是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好心把你拿扫子 阿丹 你还讨厌不赖人家 不是 别说 都回家 有话明天说 阿丹 我怎么就这么怨呢我 对不起 我本来是想跟陆姐说 那个发皮子我打碎的 没想到 我刚一想说 陆姐就走了 算我倒霉 我摆你这个人吧 到关键的时候 一点都不傻 我本来就不傻嘛 我和别让你聊天了 邓风先生又来了 该扫地的扫地 该擦桌子擦桌子 该回避的还是回避 你好 你好 邓先生 您天天打高尔夫球 不但不花钱 还挣钱 真是让我们羡慕啊 有什么可羡慕的 其实我的工作性质和你们是一样的 都是一战战一天 看您说的 我们怎么能和您相比呢 您是天天阳光草地的 我们不能比 我们不能比 不能比的 那你怎么不说 我还成天风吹日晒 你们都很 成天空调吹着 快别这么说了 我们是谁呀 无名鼠辈 您哪 冠军 名人 我们怎么能跟您相比呢 这位小姐 你怎么这么不知趣 我一路给你抬筋 你就是不下 非逼着我说实话 是你是没法跟我比 你要跟我一样 怎么还做事卖楼呢 听到这话就舒服 怪我啊 怪我不会说话 邓先生 昨天我已经陪您看过房子了 您今天来是不是 我今天来 主要是想了解几个问题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一定详细的为您解答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那你要是不知道的 就不给我解答了 应该说 不论我问什么样的问题 你都会为我一一的解答才对 瞧我这张嘴笨的 对 没错 我都会一一为您解答的 笨笨吧 你们这个锦绣家园 五证都齐全吗 这个您尽管放心 我们呢是正规的企业 国家规定的各种证件 我们都办齐了 如果您还不相信的话 可以到我们前台去看一下 证件全在那里 我自己去看看吧 你去给我取过来吧 成成 我我一会就为您去取 一会还行啊 现在就去取 嗯 好 我现在就去取 再给我倒杯水啊 哎呦 噎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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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啥好吃的了 噎成这样 你说你这么大了 你这一种 什么好吃的 要是好吃的就好了 是个人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吃啥玩意噎着了 是个人 是一个人 说的话把我噎死了 谁这么厉害能噎着你 就是那个邓峰 他不就全国排名第一吗 至于牛成那呀 他要全世界排名第一 这地球还装得下他吗 咋回事咋回事啊 今天他来砍房 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 我说一句他就噎我一下 我说一句他就噎我一下 噎到我里 快快快 赶紧给我倒杯水去让我压一下 你说你也是 天天跟客户生气 他生得过来吗 陆总也曾经教导过我们 任何时候 对任何人 说话都要心平气和 阿丹 你把球人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别拿球杆 好 你弄我了 你弄我了 什么回事啊你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这是 你不刚刚说完吗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人说话 对了心平气和 这么一会就让上去了 我什么事都能心平气和 就这事不行 他玩两次球杆 陆总又找我两次麻烦 还说了 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就扣我奖金 我愿不愿意 你给我拿 你就让我练遗憾 你让我这么有高 富天赋的人才埋没了吗 哎呦 这个关我关你 不碍事 你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拿来 你怎么回事你 拿来 幸亏陆总没看见 我没看见 你就可以随便玩 哈 陆总啊 这杆真不是我拿的 我知道不是你拿的 又是阿丹拿的哈 嗯 阿丹拿的 他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啊 是因为 因为那个 因为什么 人赃俱赛 你还想依赖 看来 不扣你的奖金是不行了 哎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冤呢我 哎 哎 邓先生 我们应该提供的各种手续 都在这儿了 您 您看完了吗 我怎么急啊 我不得看得仔细点 哎 你这么着急 是不是怕我看出什么破绽来 哎 哎 您 您 那您慢慢看吧啊 我先忙我的去了 哎 我来 哎 您要干嘛呀 这些材料 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我还有几个问题 好 您问 您问 你们这个产权证要多长时间才能办下来 啊 啊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在您签订了购房合同之后 一至两年之内为您办好 那到底是一年能办好呢 还是两年能办好 哎呦 这个我还不太好回答您 因为这部分工作呢 是由我们公司的规划部来完成的 哎 再说了 您的产权证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负责办理的 具体多长时间 我们地产公司说了也不算啊 所以呢 我们只能告诉您一个大概 拿倒 我还不知道您 啊 先把业主的产权证办下来 扣着不发 再抵押给银行 骗取新的贷款 就你们这帮搞房地产 就就你们这一帮 全都是奸商 不是您 您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么说 呃 我们锦绣家园呢 那是正规的企业 合法经营 您说的那些情况 虽然都存在 可是 可是在我们这儿 这些我听都没听说过的 啊 当然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 没有一个瘦楼小姐 是不会说瞎话的吧 你啊 我非这么说 那那我也没办法是吧 你当然没有办法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 邓先生 你太过分了吧 不带你这么说的 你还挺有个性啊 我 胆子不小啊 没有 哪个客户拍桌子弄眼了 不是 而且还是个重要的大客户 是他先找我的 干什么干什么 都客户没让人够 又来跟我让是不是 哎呀 不是 这件事从头到尾 他都不赖我 是那邓风 他太能装大尾巴狼了他 他 他那么跟人说话呢 他也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吧 我就够能忍了 哈罗 就你这暴脾气 什么时候能敢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干我们这行 什么样的怪人都能遇见 要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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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不听了 哎呦 怎么不听了我 我够心平气和的了 可他也不能太过分了他 你又赖别人是吧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脾气要不改 早晚得吃亏 吃亏想吃亏 我乐意 我没说什么 我点苦条糖的我 别的我不管啊 邓风明天还来 你要是不把他摆平 我就把你摆平 哎哎 陆总 哎呦 邓风哥邓风 怎么怎么把他摆平呢 我查过你的资料 两年以前 你也是个苦孩子啊 是啊 为了找块草地练球 你曾经半夜里 爬到那动物园的虎山里头去 是真的吗 那些日子过得苦啊 想找块好草地容易嘛 不但担心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 还老得担心 那老虎别把自己给吃了 那日子太苦了 你也是苦出身呢 怎么刚刚有了一点点名气 有了一点点地位 就变成这样了 不是因为那日子过得太苦了吗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小人得失了 我不得报仇吗我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自己身上这点毛病不都清楚吗 那怎么就改了那么多啊 我也想改啊 没有人监督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啊我 成吧 你啊 把我们锦绣家园的房子买下来 我呢 到时候就受累监督你了 真的 那就麻烦您了 没什么没什么 谁叫我倒霉呢 那 就算我改成了吧 我总不能把你这么一个 失足青年推向社会吧 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你 行了行了 别假客气了啊 来来来 把这个啊 购房合同给签了吧 我很忙的 好嘞 邓先生 邓先生 你可算来了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嘛 我 就是那一个 早地的时候被你夸奖过 说我打高尔夫 真是不错有前途的那一个 你不记得了 这样 我再笔发两下给你看一下 你如果觉得我真的有前途 那么我现在就把你工作给辞了 以后跟你一样当职业选手给 一样当冠军给 等一下 我说过你打球姿势不错吗 还说过你有前途吗 你不记得了 我打得开 不好意思 小姐 那都是我前几年当 球童的时候 落下的后遗症 只要看到有名挥甘 我就会不自觉的去夸奖她几句 不要当真 这么说 你嫂子跟我说的都是打得开 那当然了 你真的以为你有我说那么优秀吗 真疯 怎么说话呢这是 对不起对不起 我完全给忘了 谢谢你经历了 这个小姐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过作为一位职业选手 我还是要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条件 以及这样的年龄 即使打球打得吐了血 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你得死了去打死你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费 不费你 你们都看见了吧 这个球杆是阿丹拿的 阿丹拿的 阿丹 你怎么理解不敢呀 又拿球杆 你是诚信跟我示威是吧 不是我拿的 是阿丹阿丹拿的真不是我拿的 胡说 证明是阿丹拿的 这球杆明明在你的手上 第一 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做证 这球杆是阿丹拿的 第二不但有人证我还有物证 对 这些球杆我昨天刚擦过 现在我要戴着手套 现在我要戴着手套 我们可以请公安部门的人来检验 这个球杆上只可能有一个人指纹 那就是阿丹 是阿丹拿的什么 说明白不就行了吗 有公安机关 这指纹 写特大作哈 你没看见有客户吗 你是诚信让客户笑伙我们是吧 扫地去 我招谁惹谁了我 陆总 曹总 那个南产的宋化家要见你们呢 什么 我没有做好事先准备 我怎么能够面对的 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跟他说我们不在啊 有什么事 他们明天解决 快去 陆总 我们领导 iyoruz 我们的船离 船离 这支宬 你们伤心